4月3日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已累计发现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82名 4月14日起,西宁市城东、城中、城西、城北区陆续实行静态管理 网络平台上,一条西宁爱心车队的宣传信息被网友频繁转发 小新通过拨打宣传信息上的电话,联系到了车队负责人刘彦卿 在反复确认核酸检测报告、防护措施以及对车辆、人员的消毒杀菌条件后 同意了我体验爱心百度人一天的请求 在配合社区做完第三次全员核酸检测后 小新和同事便穿搭好防护用品,前往爱心车队集结地与队员们会合 在车队大本营里,负责总调度的冯亚利对我进行了港前培训 虽然是临时集结起来的志愿者车队 但是已有去年疫情期间调度经验的冯亚利 还是很快制定出了车队规章制度 新宁爱心车队主要负责接送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 特殊情况下也为风控区居民取送药品 购买生活物资 在接单后,需要提前对车辆进行消毒 到达指定地点后,对接送人员、物品进行拍照报备、登记 订单完成后,也要对车辆进行二次消毒 城东区疫情防护中心发的志愿者的绣张 这个在我们工作的时候,这个绣张是一直要戴着的 这是对我们一个车队员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好,谢谢老师 刚刚我领到了登记表 一会我要对上车的人员进行一个登记 那么现在我的任务就要开始了 加油 喂 你好 教徒给你这个信息发了没 发了,我看是那个附属医院的是吧 对,附属医院送到城东这边 我现在从这边去接他 附属医院去接他 好的 太好爱你了 你好,我是那个悉宁爱新车队的志愿者 然后我现在准备过来接您 请问您是在二医院是吧 对对对 15分钟左右能到 好好好,谢谢 好好好,不客气 好,再见 您好,请问的是1711的老师吗 您稍等我给您做一下消沙 嗯 老师,我登记一下你们的信息 两个人都给您收到钱 好的 前面那个都不用了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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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不客气 不用不用,你们拿走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啊 谢谢你们 刚刚结束第一单的接送 后续任务已经排起了队 在城东区青铁家院小区 照顾刚出生外孙的刘先生患有糖尿病 因为同一小区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法外出买药 每天需要注射的胰岛素已经用完 他的女儿联系到了爱新车队 希望志愿者可以帮他的父亲 从家人那里取到药后送到他们所在的小区 同一小区内也有独居老人急缺生活物资 求助志愿者帮忙购买 志愿者我来送药的 我刚刚领到了盒饭 有菜有豆腐有木耳米饭 我把车一个收拾家住的客人员 我拍个照片 去保饭继续接单 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脱了防护服 然后车上面的所有的这些防护的物资 都被丢弃在了这个集中的处理点 现在我在一个相对密闭且安全的环境里 给大家做一个我今天工作的一个总结吧 爱新车队他们的工作其实看似非常简单 但是想要保证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把这些东西和人送到目的地 其实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压力也是很大的 在精神高度集中 一个是要做好消杀工作 一个是要集中注意力开车 然后要保证人员的安全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人是非常容易疲惫的 到4月22日的24点 新宁市的主城区还要继续实施精彩管控 这些爱新车队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工作量还是会持续 他们的压力也会持续 祝他们平安 祝新宁平安 也祝青海平安 希望疫情可以早日过去 加油 爱新车队 新车队 新车队 新轻队 新轻队